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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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捐了540亿的血也响应我们廖全面李一赏 我们翁述会荣誉理事长发起的圈捐血 我想我们就是抛砖引玉 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在现在比较缺血的状况之下 踊跃出来捐血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我们一起来响应 针对内湖交通问题 台北市交通局规划七机车减量 及道路效率优化两个改善面向 在设置智慧耗资部分 今年预估砸下3.57亿优先装设港前路等五大路段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 会要求提出效率报告 滚动式进行检讨 今天我们来到内科 虽然是一个公益的活动 响应千人捐血 但大家很关心内科交通的问题 我想我们跟翁理事长 廖理事长都有交换过意见 怎么样来为民众解决问题 现在是目前眼前最重要的事情 昨天我们市政会议上 交通局特别来做了相关的报告 为正式财势 因为他们目前我们增设智慧耗资 的确对于交通舒缓有一定的成效 当然现在我们也希望 针对主要几个路段 来增设智慧耗资 那我也提醒交通局 接下来我们在规划 连续性预算的时候 我们第一年度也会 要做相关的增设之后的效率报告 来了解增设的状况 以及效果如何 做一些滚动式的检讨 我们才能将这些智慧耗资 增设发挥到最好的效率 七人节当天带着太太 与两位孩子前往赏灯的蒋万安 也再次呼吁国人把握时间 观赏台湾灯会 至于外界关注灯会 带来的商业效益有多少 蒋万安表示根据店家回应 营收增加有两到三成 当天去的时候 我想跟在意的几个里长 还有店家交换过意见 他们其实在上个周末 感受到人潮都有来到 我们灯会特别 也进到我们东区的巷弄 那对店家来讲 人潮就带来了商机 所以他们预估大概 这次灯会 他们的营收大概都有 两到三成的增加 那当然我们希望说最后时间 大家把握最后这个阶段 赶快来 希望这个营收能够再往上冲 在三年疫情的冲击下 内政部方面 也拟要扩大租金补TA 及中产以下房贷足支持方案 内政部长林友昌特别说明 是针对一定年收入以下 原始贷款总额一定金额以下的 中低薪房贷足 并不是网路谣传要帮建商来解套 内政部长林友昌上任后提出多项住宅政策规划 其中房贷足支持方案备受外界关切 林友昌在视察空警总队时表示 三年疫情冲击让很多人生活都相当辛苦 因此希望透过政府力量照顾更多人 包括拥有房子 却生活得很辛苦的民众 特别这个房贷的支持的一个方案 其实是针对中低薪 但是他有房贷的一个民众 来给予一些支持 那我们后疫情时代 其实社会上有一群的民众 他虽然有房子 不过说实在他活得非常的辛苦 特别是因为最近有房贷 利息升息的一个压力 林友昌进一步说明 所谓中产以下房贷足支持方案的对象 是指一定年收入以下 原始贷款总额一定金额下的 中低薪房贷足 他也驳斥网路所谓 帮建商卖房子解套的谣言 因为支持对象是有房子 但生活辛苦的房贷足 而不是未来要买房子的民众 针对的其实是一定年收入所的以下 另外第二个是 他的当初原始贷款的总额 是在一定的金额以下才会适用 另外第二个他是已经有贷款的人 而不是未来要买房子的人 所以网路上有一些谣传说 这是要帮建商解套 其实是完全八竿子打不着 因为政策的一个目的是 针对原本就已经有贷款的人 但是并不是要新 针对那个要新贷款 要买房子的人 所以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方向 刘友昌也提醒 社会上有一种族群叫边缘户 因为有不动产 无法获得政府认定为中低收入户 结果获得比其他人更辛苦 也是政府急需照顾的对象 他因为家庭或者他个人 他有这个所谓的房产 所以在政府的一个认定上面 并没有办法把他认定为是 这个中低收入户 那他的一个所得呢 就永远在这个中低收入户的边缘徘徊 那他虽然有所谓的房地产 不过他生活的 其实是异常的一个辛苦 因为他得不到政府 对于所谓的中低收入户的 这种支持 在他身上是得不到的 至于青年购物基金等与居住正义有关的政策规划 牛厂表示未来将逐步推出 也希望国人支持 让政府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张继腾台北报道 台湾灯会进入最后几天 灯会作品不满于城市巷弄间 串联东区 信义商圈及松山文创园区 还有不少作品入店 一起来看看民众心目中最哼 影响最深刻的灯饰是哪一座 我觉得最赞的就是国父纪念馆的主灯 玉琪棒 可能国父纪念馆那个机械兔吧 对 就因为主灯嘛 对 蛮特别的 还有就一些兔子一些照景的灯饰之类的 我会觉得主灯然后连着 就是在国父纪念馆那个玉兔撞彩主灯 连着整个台北101整个景致这样拍过去 还蛮好看的 2023台湾灯柜在台北 你心目中最夯的灯饰是哪一个 主灯无疑是大家印象深刻的灯饰 由知名艺术家李敏道 创作出高达22公尺的科技兔 奥运金牌举重选手郭信淳 透过脸部动作捕捉技术 结合数位科技特效及创新技术 深得民众青睐 就是很科技然后就是很五彩缤纷 然后感觉整个人心灵获得非常大的书放 很棒 你们来在哪里 我桃园 请嫁过来的 为什么会想要这里来 台湾灯会在台北一定要来啊 如果是想要拍拍人的话 就是有点像王美照那样的话 我觉得国父纪念馆周边的一些光环境都还不错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那个兔子的主灯 因为就是它有灯光秀 然后我记得好像是每半小时一场 然后它就是会开始转 然后有一些就是蛮有趣的特效这样 对然后还有就是前面两条萝卜灯的那个街道也很可爱 除了国父纪念馆主灯 设置于松山文创园区的副灯台北Together 可声这样的充气兔偶 具有裸式3D效果的LED荧幕互动也深受民众喜爱 动影着观众一窥究竟的好奇心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说 他与夫人最喜欢的就是这座附灯 我身后这个台北兔给乐 因为就是兔子很可爱 然后它是有结合 有点像是3D动画的效果 然后整个就是3D 它有呈现一个整个兔子去送货的故事就很可爱 而且我觉得会有点惊艳于台湾动画的技术 就是这么的高超 对然后最后就是看到兔子生起来那一刻也会觉得很惊艳 就是这个副灯它会自己飘动 然后那有一个触控式的 一挥它的球球就会跑上来 这蛮有吸引力的蛮独特的 台湾灯会进入最后倒数 除了主灯副灯与四大展区持续点亮城市外 舞台也持续有戏剧舞蹈音乐等多元展演 民众可要把握机会欣赏 记者望郡台北报道 为了让更多单身的朋友扩大交友圈 在忙碌的生活中寻觅幸福 大同区公所结合2023年 台湾灯会在台北爱恋道成大同灯区 与台北下海城华庙共同举办 爱情与你相约大道成单身联谊活动 成功速配四对情人 爱情与你相约大道成单身联谊活动 首先来到大道成码头搭乘爱之船 40位参加者在航程中一同欣赏河岸景色 玩游戏认识大同灯区三大展区 接着浪漫散走贵德街古迹老屋 雨滴化街爱情产业链店家 并且到台北下海城华庙拜月老千鸿县赐良园 最后来到T-Fashion时尚基地进行联谊传话筒 以及体验印花乐捐印手作课程 丰富的游城与体验活动 让参加者都玩得相当开心 你今天来参加大同区公所的单身联谊活动 玩得开心吗 玩得很开心 那今天的活动 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哪一个游城呢 最深刻的是手作部分 因为可以跟大家一起团队合作 而且又可以把成品带回家 我觉得很好玩 那如果大同区公所以后 再办类似的活动 你还会想要再参加吗 会啊 会想再来玩 今天来参加大同区公所的单身联谊活动 你有没有玩得很开心啊 有玩得很开心 那今天的活动里面 你有没有最喜欢哪一个环节呢 我觉得就是大家轮流的就是互动 对 因为平常我们平常很少跟很多人互动 但是这一次的话 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互动之后 可以了解各式各样不同行业的朋友 好 谢谢你 那如果大同区公所以后再办类似的活动 你还会想要再参加吗 会啊 因为我觉得整个流程都很好玩 为了让更多单身朋友 扩大交友圈 在忙碌的生活中寻觅幸福 大同区公所结合2023年 台湾灯会在台北 爱恋道成大同灯区 与台北下海城隍庙共同举办 爱情与你 详约大道成 单身联谊活动 让参加的单身市民朋友 有更多互动与惊喜 并且在浪漫的灯区下 感受满满的幸福氛围 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 睽违了23年又回到台北市了 那我们这次大同灯区呢 也设计了很多样的那个 在迪化街有三个展区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单身离婚 当然也要搭上这个热槽啊 然后让大家一起来 我们的大同灯区甜甜蜜蜜一下这样子 我们大同区 大道成非常的好玩 另外也结合地方上的资源 比如说大道成码头 户柜市集 还有蓝色公路 还有我们小海城隍庙 还有我们T-Fashion时尚基地 好我们结合这些资源 让我们单身还有櫻花乐的手作 如果捐印手作体验 那我们参加者呢 可以那个 享受到很多样化的那个 连衣体验这样子 我希望今天来参加的所有的单身男女 都可以赶快脱单 然后找到星星相应的另一半 大约大概六点半的时候 会带他们到我们的 心愿述的灯区去拍个合照 那他们可以在那边许愿 许愿让自己可以早点脱单 然后寻觅到另外幸福的另一半 单身联营活动 在充满爱情粉红泡泡的 爱恋道成大同灯区浪漫进行 活动丰富有趣 参加者透过彼此的互动 并且在台北虾海月老的加持下 总共有四对素配成功 一年内结婚者 还可以再获得区长祝贺红包 就是要让来参加的单身市民朋友 快快脱单 立马找到幸福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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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佳琪谈关心您 小朋友将橘红色的颜料 用刮刀均匀的在丝网上刮压 美丽的松山曲花珠锦 就转印在帆布袋上 响应松山灯区 松山曲公所 松山社大 及熊羽猫松山驿站 举办驱花捐印活动 并且由身为松山女婿 及作家的小熊老师 介绍创作的松山美食诗签 让孩子们透过文学 更加了解在地文化 那今天呢 捐印的是我们的驱花珠锦 珠锦花是一个很特别的花 同一株也会温度不一样 它有可能会产生出 不一样的色彩 那去年呢 在市林关底的部分 也有珠锦花的一个特展 那现在市林关底 是郁锦花的展览 所以呢 一年四季 台湾都有好多好多 豐富的花卉 豐富的植物 大家都可以做学习 我们跟这个松山社大 还有这个松山国小 以及这个小熊老师 一起合作 来办这个捐印的活动 我们那个松山的去花 是珠锦 那也非常的谢谢呢 这个社大的团队 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活动 让大家可以认识 我们在地的文化 那希望今天小朋友呢 都能够更加的了解 我们在地的这些生态啦 还有一些故事 那希望呢 大家今天的捐印活动 顺利圆满成功 松山国小校长陈冠英表示 这次能跟区公所 社大及小熊老师合作 孩子有机会动手捐印屈花 以及透过诗作 认识在地故事及美食 相信能让松山国小的孩子 更有在地人文素养 小朋友在今天的课程中 第一个一定要感谢 我们区公所 有区长 特别 松山区这么多学校 特别选择松山国小 给我们这个 那第二个当然 感谢今天的讲师 超乎我想象 因为我以为他只是 艺术家 也是个文学家 非常厉害 刚刚也听了 小老师讲一些 文史的部分 发现说他的文学底子 非常的深 大家可能也会有机会 可以再跟他请教 区长游竹萍表示 透过登节活动 带领百年松山国小的孩子 来认识在地文化 获得亲世共同好评 未来也会持续 与松山国小及社大合作 打造健康安全生态的 幸福松山 西瓜甜不甜 甜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响应台湾灯会在台北 松山区公所与松山社大 特别举办了洗口走读活动 邀请吴志庆老师 及郑盛吉老师 带领民众走访 松山慈佑宫 台北俯城皇庙 松山市场等特色景点 认识松山区的历史 与在地故事 以前旧的神皇庙 如果一现代的住 都在野明南路 跟那个松华路那边 致力于松山文史 培力多年的郑盛吉老师 专业生动的解说 带领民众认识 台北府城隍庙的历史 民众也开心地 与庙前广场花灯合影 响应台湾灯会在台北 松山区公所与松山社大 特别举办洗口走读活动 邀请吴志庆老师 及郑盛吉老师 带领民众走访 松山慈佑宫 台北府城隍庙 松山市场等特色景点 认识松山区的历史与在地故事 郑盛吉老师 致力研究宗教文化 及传统建筑 对于赞助松山登区的 松山慈佑宫 及台北府城隍庙 有深入了解 公庙除了是在地的信仰中心 也是传统工艺的展示场 可说是民间博物馆 民众到庙里拜拜 也可以多驻驻欣赏 吴志庆老师 吴志庆老师 从年轻时就勇于探索山林 挖掘各种精彩故事 借着导览也开启市民 认识松山的在地故事 除了精彩的西口走毒之外 社大与水利处还举办 卢瓷季系列活动讲座 大家都收获满满 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继续关注松山区公所 与社大的各项活动课程 共同探索在地文史 营造友善生态环境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食药署在去年边境 检验不合格产品中 验出了27件产品 含有致癌物 还阳乙丸 还阳乙丸 目前被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列为一级致癌物 目前国内无产品相关抽验 因此小机会 就采验了19件市售的 冰淇淋 姜黄粉 咖喱粉 其中就有一件印度咖喱粉 被验出 小机会在双倍的市售通路 及网路电商 购买香草冰淇淋四件 果冻类三件 姜黄粉三件 咖喱粉三件 芝麻粉两件 亚麻子粉一件 及辣椒粉类三件 共19件样品 由一件印度咖喱粉 检出还养一万 还养一万被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列为一级致癌物 检验测试出来的 这个19件样品里面 就是有一件 是测出有这个 还养一万 那它是在这个 咖喱粉 印度咖喱粉 跟它检验长有报告过 那它检验出来的这个是 大约是15.5毫克 每公斤15.5毫克 它是超过这个0.05毫克的这个 这个部分它是 它定量极限是0.05毫克 那我们测出来是15.5毫克 每公斤 那这个部分 依据这个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第15条 它是有提到说这个食品 或食品添加物 如果说有毒 或是含有这个有害人体健康 是物质或是义物的话 这部分依照同法的第四条的规定 黑储 新台第六万以上 2亿元以下的罚还 那情节重大的话呢 并得命期歇业 停业一定期间或废止期公司商业 工厂之全部或部分是登记事项 或者是这个商 食品业者的这个登录 或是那废止这个登录的话呢 一年之内就不可以再申请重新登录 那我们这一次 一件样品有检验出这个还养一万 那它的来源是如何呢 这个部分 如刚才检验长所提到的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会建议说主管机关 还是要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可以针对这个国内 相关的这些有可能 含有这个含养以往的这些 商品 或者是这些原料 像辛香料等等 这个部分 依照这个食品安全 卫生管理法的规定 然后来尽数 可以看是不是可以 扩大的这些做一些抽查 欧盟大概从2021年 首先是在比利时他们发现 他们就是在芝麻里面 有发现这个荒养以往的这个残留 那进一步调查的话 发觉这个问题严重 就是很大疗 各位可以想想看 芝麻在你日常生活里面 在哪些食品点心里面 到处都有 那尤其是这些食品的话 它的有效期都还蛮长的 所以欧盟就从2021年开始 在他们所谓的 这一个所谓食品 以及这个资料的快速这个检测系统 就是进口商品检验 那发现真的是蛮多都测到 蛮多都测到 那我们食药署也是很快是在去年 也是在进口的这一个 主要是在一些冰淇淋之类的 这些也有抽测到 那我们在会内自己也有讨论 那时候第一个讨论的问题 是不是如同我们董事长 刚刚所说的冰淇淋 当然大家是很关心的 但是那个都是在边境前面 我们更关心的是 我们国内我们自己生产的 所以国内几个 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品台 在前面这边 那当然还有一个Hotten Ducks 这个去做 这个是都可以 所以表示 在我们国内生产的冰淇淋 当然是可以放心 食药署近来 持续在边境进行查验时 检出多国食品有还养一万残留情形 命中长期接触还养一万 有增加罹患血癌乳癌的风险 依照目前国内的一个法规来讲 它是不能来做农药的使用的 它是还养一万是不能来做农药的使用 所以它应该在农药的 在农产品的一个部分 农药的部分是不能检出的 那在食品的部分也是一样 那食品经济要素的一个规定的话 它是不能检出的 所以不管是在边境也好 或是在国内的这一个农产品也好 或是我们的食品也好 原则上都不能检出的 不能检出 有这一个凡洋以往的这样一个检出 那这个边境的检查呢 检查出来呢 我帮他算了一下 大概有二十几件 二十几件 那这二十几件里面呢 最大宗最大宗的是泡面 最大宗最大宗的是泡面 那特别是这一个印尼的部分呢 高档实践 高档实践 所以这个调查呢 也提醒了我们 对于这个国外进口的这些食品的部分 我们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特别是芝麻 香料 还有一些可以添加物的这些东西呢 那它含有这个环氧以往的这个几率呢 是非常非常高的 非常非常高的 那这是第一点 第三点 那第四点呢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一次的一个 这一个检验 是因为 如我刚才讲的是欧盟的这样子 因为一年度就有900多件呢 那么被检出以外 那国内呢 只对边境的部分呢 来做一个把关 那对于国内的部分呢 还养以往的一个食品 或农产品的一个检验方面呢 目前是没有在做抽对抽验的 那我们觉得住凡机关在国内呢 对于这些事故 还有这一个还养以往呢 既然没有做抽验的话 那应该我们萧绩会呢 这个一不容使应该做抽验 消极会建议政府研议抽验 全国相关产品供消费者参阅 也建议业者自行抽验 以确保自家生产的产品符合法规 提供消费者多一层保护 记者汪云军台北报导 土耳其发生强症造成无数死伤 正在进行展出的台湾灯会 2月7号晚上在台北市政府 与101大楼双复灯共同点亮 为土耳其祈福 我们随时都在的字样 全联光耀未来是为民工灯士 也投影全版的土耳其国旗 希望参与的民众一起祈求 土耳其顺利渡过南关 位于台湾灯会未来斩聚的双复灯 台北市政府与101大楼 在2月7号晚上9点分别打上 祈福灯光与字卡祈求平安 由于土耳其发生强症造成无数伤亡 除了台湾搜救队已经分批出发前往救援外 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台湾灯会 也取消双复灯光雕共演秀 用灯光字卡向土耳其献上层次祝福 台北市政府其实也是跟国际在一起的 这是我们市长一直不断强调的 那在土耳其的地震的第一时间 其实台北第一批的搜救队伍 台北市政府就已经40位里面有派了30位 一起参与这个实际的救援行动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也觉得说 刚好灯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品牌 而且参观者是非常多 我们应该是要用另外一个实际的关怀 去关怀这么一件我觉得是国际重视 而且我们觉得是不幸的事情 所以在第一时间 我们就因为刚好台北市政府跟101 我们这次有做光影共演 那再加上旁边就是全联 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马上这三个单位 我们就是变成一个很快速的line群组 我们希望说能够在第一时间表达 共同等于是在台湾最高的一个建筑物上面 还有台北市政府还有全联 我们一起表达代表台湾 我们虽然不一定 我想台湾大家都会很关心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共同祈福的概念 由土耳其新媒体团队所打造的 曾经是数位迷宫灯视光耀未来 也共同响应 投影全版土耳其国旗 即为土耳其祈福之样 与参观民众一同祈求土耳其平安 我想这件事情 其实台北市政府又派了第二批 搜救队伍前往了 所以以台北市政府来说 不管是实际的 或者是我们传达祈福这件事情 一直都是台北市政府 跟台湾整个都是站在一起的 台北市官员局方面表示 2023台湾灯会未来展区 位于信义商圈及四四南村 展区内不仅有地标建筑 台北101与台北市政府的双副灯 共眼光雕秀 更有多项结合AR等新科技的作品 呈现灯视创新技艺 邀请国人前来感受台北城市光源魅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疫情解封民众出游被增 但对身心障碍朋友们来说 依旧是非常的困难 西路基金会举办公益建走活动 由公益大使李国毅 和帕运国手方振宇 邀请民众与身心障碍的朋友 相伴走出户外 共创共荣感 忙于拍戏的艺人李国毅 出席新路基金会 好天天起步走公益活动 与帕运羽球国手方振宇 分享人生低潮经验 肯定运动与人际互动 带来的生活力量 两位恶度代言活动 与身心障碍朋友相伴 我们一起拥抱 一起帮助别人一起做公益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期盼大家今天 可以带 带着这样的善良的能量 继续去外面传播给更多人 让他们知道 希望他们可以支持 像新路这样子的公益团体 传达给社会更多良善的力量 每个人应该或多少 都会经济多低潮或是不能量 但我很庆幸自己 曾经是体育选手的身份 因为学习体育一直告诉我们 随时的要见到自己 那可以犯错 但是同样的错误 不要再犯了 如此你才可以 在下一次上场的时候 得到更好的成绩 那这几年学习表演 成为演员的身份 也让我学习到很多 更了解自己 也会知道 很多事情不要想太多 时间会过去的 时间会让它过去的 等到你稳健的 知道你前进的方向一直往前走 往一天一段会多看 你会发现 那些情趣那些能量 好像都没有那么重要了 而你已经更进一步了 比赛就是有输有的 所以其实我也很常 经历到低潮的时候 但也很开心 我身边的家人啊 朋友们都很支持我 也给我很多的鼓励 就有他们这些支持 就是让我有更多动力 继续下去努力dance 还有比赛 今天是在3月58号 它会在全台的5D呢 同时展开 分别在台北、桃园、新竹、高雄 以及澎湖 那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 那报名 请上KKTix 那跟大家简单讲一下 障碍的朋友呢 可以和一位陪同者一起报名 他是免费的 那一般民众要报名参加的话是300元 那这些所得的费用都会交给新路 让他们来继续为大家服务 对 KKTix 晚上上报名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使用任何简单APP 累积3公里截图 然后并且登入找这个QR Code 然后登入你的选手号码 上传截图 然后每完成一次报名 就可以参加一次抽奖 新路基金会举办的好天天 齐步走公益建走活动 每年吸引近4000民众响应 陪伴障碍者家庭走出户外 透过互动创造共融 今年将在3月18号举行 各界也纷纷响应 这一次因为三年的疫情的影响 那我们好天天齐步走的活动也延宕了三年这样 那今年我们特别因为疫情比较松缓 所以我们来办一个实体的活动这样 那这一次实体的一个活动 我们有很多爱心的企业 有一些支持跟赞助这样 那所以来参加的民众 也会获得一些抽奖的一些奖品这样 那这一次我们特别在台北 桃园 新竹 高雄跟澎湖五地 同时做实体的建走的活动 那也同时跟线上的建走来并行 那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参加 这一次我们齐步走的一个主题是 拥抱负能量 然后走出新力量 那现在的朋友跟我们大家都一样 那平常在遭遇人生的一个困境 那很多都是因为周遭的朋友 或者是人际的一个不理解 跟不熟悉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活动 然后可以多增加彼此的一个理解 包容跟支持 让身上的朋友跟我们大家 心中的负能量 可以转变成生命的新力量 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活动 那可以踊跃的号召社会大众 然后跟职场的工作好朋友 过来参加 那大家可以共同的宣誓 我们支持障碍朋友 提供他友善的一个环境 然后提供友善的一个态度 那让社会变成一个共好的一个环境 这样 好事情要与大家分享 这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生活 我们生活的重心是什么 我们每天都要吃 要喝 要过自己的生活 可是过了这个生活以后 我们会觉得说人生 难道就这样而已吗 要积极的做更多的好的善事 应该是在圆山捷运花博这块场地 我们会邀请所有的市民里民 共同来参与 今年最有意义的一场活动 在这块上 我们之前跟唐氏 自闭症 小老协会 各个需要帮助的朋友的各个单位 我们都已经积极在配合了 所以我们更高兴说 还有心路 我们终于有机会 跟他一起来合作 新入社是居家住 新入社就开学学籍独一生活 然后你听我家住的时候 我都会需要同步 保保 可是像我们家 论大方便 我都会自己自己独一 自己负责任的 完成任何工作 三年前的时候搬出去了 就是没有跟家人一起生活了 那搬到社区去居住之后呢 其实也有许多事情 就是你要独立自主 会听起来非常的棒 那你在社区学过了哪些事情呢 我学习 我学习煮菜 然后做驾驶 然后进展 然后我以前有一些 我有一般的事情 我都会不耐心 可是我现在 我都会把我的心事 跟 跟 跟我一些老师 跟朋友一起 一起分享 跟 讨论 基金会 与爱新大使 邀大家一起成为 首善共荣推手 参加活动 还有机会抽五星集饭店 住宿券 与知名品牌服饰 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一年一度的台北市市林官邸 郁金香展 节日期展开 园区内有超过13万株 20株以上 来自日本与荷兰的郁金香 让您不用出国 就能够感受被大片花海 围绕的幸福与浪漫 在台北市长蒋万安 与日本立波市市长夏野修等人 共同主持下 2023台北市林官邸 郁金香展正式揭开序幕 来自日本及荷兰超过13万株 多达20个以上品种的郁金香花海 让民众直呼好漂亮 不过要在雅热带的台湾种植 属于温带植物的郁金香可不容易 蒋万安非常感谢公务局公园处同仁的努力 以及来自日本与荷兰的支持 以生产郁金香文明的立波市市长 也当场邀请蒋万安 参加立波郁金香博览会 我们郁金香其实是属于高纬度国家在种植 而且大部分在欧洲 那台湾因为属于雅热带 所以对于郁金香比较在温带地区种植的 往往我们可能都要飞很远 不管到日本到欧洲去看 那这一次我们其实克服了栽种的各种困难 而种植了郁金香 而且听说我们有20个品种 而且有各式的颜色 代表不同的花语 也要谢谢我们日本的好朋友 特别是我们这个市长 特别有给我们特别品种的这个花球 这叫什么 球根 来种植 所以让我们这一次的郁金香 郁金香的花展 格外的有意义 那当然我们也很谢谢荷兰的朋友 一直来的支持 因为荷兰的国花就是郁金香 所以每一次的参与 还有我们整个花展的规划 其实都有我们荷兰的朋友的协助 除了每不深收的大片花海 还有由公园处同仁打造一系列 沉浸式展区 包括荷兰三宝 郁金香 风车 木鞋的经典场景 以及紫鹤 惠马及吊钟等 日本企愿文化 加上白色钢琴 大型泡泡及爱心 与雨傘隧道等装置艺术 让游客感受满满的浪漫氛围 这一次整个展区 我们融入了非常多的元素 包括有搭配相关的装置艺术 荷兰的风车 会马 还有包括有钢琴 就营造一个非常美丽浪漫的氛围 这一次的花展 刚好也会经过2月14号西洋情人节 非常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情侣们都来赏花 来感受一下浪漫的气氛 台北市长贾瓦恩表示 郁金香也是土耳其的国花 因此他也在现场为土耳其灾民祈福 并向远赴灾区抢救生命的台湾搜救队英雄们加油打气 郁金香也是土耳其的国花 那这几天刚好大家也知道 土耳其很不幸发生了大地震 要在这边我们都希望为灾区的这些人民祈福 同时也要为我们远赴灾区奋勇救人的搜救英雄 表达加油打气 公园处方面在花展期间也规划 多项合影打卡上传脸书送好礼活动 例假日更有结合国际化与在地化的表演活动 及创意试剂等 并与士林天母北投等商圈的50个特约商店 及原山饭店合作 提供各项好康住房优惠 邀请民众到士林关底享受春兰花开的幸福时光 5G发展受到全球政府与产业的关注 根据全球行动通讯系统协会去年底的资料显示 台湾5G普及率为35.31% 外界质疑进度落后 NCC副主委继发言人翁伯宗表示 相较于日本韩国两国 从依照时间来看 台湾的5G普及率毫不逊色 5G时代 创造无限的可能 根据NCC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截至去年11月资料 台湾5G用户数为654万户 外界关注台湾5G普及率是否落后 NCC副主委及发言人翁伯宗表示 从依照时间来看 与邻近的日韩相比 台湾5G普及率丝毫不逊色 其实我就比照我们邻近的国家 韩国、日本、台湾 来比较一下 韩国它的5G的试照是在2018年的6月 那日本5G的试照 那个是在2019年的4月 台湾是在2020年的1月完成 那看那个韩国 在我们看到GSMA到2022年的12年底 12月底它的那个5G的 那个penetration rate 差不多53% 那日本是41.75% 那台湾是35.31%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那个penetration rate 5G的penetration rate 35.31% 跟韩国它是已经三年多了 53.07% 跟日本比较起来 它两年多 41.75% 我们毫不逊色 5G通讯具有高速率、低延迟、大平宽三大特色 除了个人使用 更多的是提供企业进行数位转型 但许多传统企业不清楚5G应用 欧伯中表示 电信业者可结合产业链各方 打造5G数位生态 所有的传统企业 他也不知道5G要做什么用 但是电信事业他们也不知道说 所有的传统企业 它的生产的制造的流程是什么 就是像我们那一次去指观 去看那个传统的螺丝厂 它的生产流程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传统企业在数位转型的过程 中ICT业者也要知道 那个OT就是Operation 的Domain Know How 就是要知道那个产业的制造流程 就是ICT要跟OT结合 这样子融合 那电信业者刚好在 它有平台的优势 在这个期间它可以 扮成为一个横向结合的角色 就好像我们电信业者都在讲说 它可以去结合多方面 就是产业链的各方 就是打造一个数位生态系 那这样子才能去把 在这一种传统数位转型的过程中 它电信业者可以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 欧伯宗表示 目前台湾5G涵盖率达95% 要提高普及率 电信业者应在应用面多做努力 向民众宣传5G的优点 至于自费高低 NCC尊重市场自由竞争机制 不会介入 除非看到明显的垄断 才会提出相关矫正措施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导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那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金融市与日本雄本县八代市四月份即将迎来成为友好城市的五周年 八代市参访团在中村博生市长的带领下再度来拜会市长谢国良 市长与议长及副议长等人共同接待欢迎 市长谢国良也特别请八代市参访团喝珍珠奶茶 双方都表示未来将持续积极交流 来自日本雄本县的八代市参访团 在中村博生市长与陈松游继夫议长的率领下 今年第二度来到基隆市政府参访 市长谢国良与议长佟子伟及副市长邱佩玲 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郭继文化局长江亭梅共同欢迎接待 市长谢国良特别赠送能量盐灯与基隆办手礼礼合给八代市长与议长 也请八代市参访团喝珍珠奶茶 八代市市长中村博生也回赠伴手礼 看到熊本熊图案的可爱替代 市长谢国良开心地说要转送给女儿小爱 议长佟子伟也特别准备印有台湾蓝雀图案的茶杯 给八代市长与议长 八代市也回赠特别带来的伴手礼 市长谢国良表示 今年四月基隆与八代市将迎来成为友好城市的五周年 在疫情已经解封下 未来两市将持续互动交流 今年四月是友好交流协定的五周年 我希望我们双方都可以举办有纪念意义的特别活动 我十分期待这样的纪念活动可以更加坚定 两市的友谊不断的延续下去 我们希望基隆跟八代之间持续交流 不论是货运、邮轮等航线互通 在教育、观光、融化、产业方面都能够相互合作 实现两市的共同发展 以及繁荣发挥加成的效果 我想在疫情后这个时代 我们基隆市政府以及基隆市议会 都非常欢迎我们国际的观光客 尤其是我们八代市的中村博生市长 以及议长所率领的团队来参访基隆 那我们两个城市都有共同的特色 就是这个海港、海洋城市 然后我们共同都在发展游轮产业 那疫情后这个时代 我想游轮产业的发展非常重要 接下来我们会有非常多的交流 包含这个观光、经济、文化、教育 我想可以多方的交流 让我们促进我们观光的发展以外 那现在我们刚好棒球 经典赛也准备要开始 我们刚刚在支持的时候 也帮双方一起加油 日本队跟台湾队一起加油 那我想我个人非常欣赏这个日本的选手 那我想希望我们的这一次的表现 也会有很好的成绩 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次的表现 也会有很好的成绩 刚刚谢先生也讲过 今年是我们八代市的基隆市 地坚友好交流关系五周年 本市在考虑计划以后 两市市民能互相交流的 今年特别活动 具体来讲 想举办 这三年没举办的八代物产展 同时绘组一个大型八代市民团 访问基隆市 希望迎来五周年的今年 我们两市更促进市民之间的交流 使他们加深友谊 还有日本政府下个月会批准 迎接国际邮轮靠日本国内港口 我们期待着不久的未来 八代港会迎接从基隆港过来的国际邮轮 基隆市与八代市都是港口城市 积极发展邮轮观光 八代市市长欢迎台湾旅客 透过邮轮到当地旅游 市长谢国良也希望 在观光教育产业与文化各个层面 与八代市积极交流 带动基隆旅游观光与经济商业发展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召开记者会 要求市长谢国良对现选举时 曾提出的染疫发一万元证件 建议可以在追加检预算时提出 市府表示对议员指导会虚心接受 这个也是非常多民众 引颈期盼的一个染疫未问金 什么时候发放 这是大家都关心的事情 基隆市议会民进党党团召开记者 要求市长谢国良对现竞选承诺 发放染疫金一万元 我们知道疫情结束之后 就正好是发放染疫未问金 开始的时候 我们希望谢市府能够 在这个时候赶快对这一个政策 来提出他的一个对现 对现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政策落实 所以在这边我们要特别要求 在疫情还在 还在 还没有完全 离开它 还没有受到解编的 这样的一个 就是COVID-19还没有正式的 从我们机关署解编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在这时候 应该要立即来发放 染疫未问金 尤其在我们的四五月 也即将进行我们议会的追加减预算 我们希望谢市长提出你该有的诚意 针对这个染疫未问金呢 其实对于确诊的民众来说 是一个生活跟工作影响以下 很好的一个福利跟补贴 但是我希望 让谢市长能够针对 染疫未问金的一个裁员 以及未来的一个执行方向 做一个清楚的一个说明 能敢开出这样的支票 那身为民意代表 我们就有责任要为基隆市民 要求市长兑现这张支票 所以我们在议会要开会之前 我们就在这边大声的疾呼 要求谢市长 尽速的落实你选举的承诺 希望世上苦人多 我们也希望谢国良市长 能够尽速发放染疫未问金 来让这些受到疫情影响的基隆人 能够尽快的得到这个补偿 基隆市长选举当中 就反映了我们基隆市民 对于我们谢国良市长的期待 那所以市民对市长政见 有所期待的时候 身为民意代表的我们 就要来帮民众来争取监督 染疫未问金发放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 追溯两年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要要求 谢国良市长尽早的来办理这件事情 落实他的政见 那个谢国良提出了 cogoro跟防疫 染疫未问金这两个政见 如果没有实现 那基隆就可能成为全台的笑语 针对民进党团的诉求 基隆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强调 非常谢谢议员和民进党团的指导 市政府会虚心接受 非常谢谢议员及民进党团 对我们市府的指导 我们会虚心的接受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土耳其发生强症后 在震灾中死伤的民众 随着时间人数不断的增加 金融市议员张炳钧和李敏轩两人 都认为爱心无国界 张炳钧特别捐出市议员薪资一个月 所得约8万元 而李敏轩则是捐出3万元 直接透过卫福部震灾专户 捐赠这两笔善款 帮助土耳其灾民 基隆市议员张炳钧 随时紧盯电视 关心土耳其震灾之后 后续救援的情况 尤其是土耳其发生强症后 在震灾中死伤的民众 随着时间人数不断增加 基隆市议员张炳钧和李敏轩 两个人都认为爱心无国界 张炳钧特别捐出4亿元 一个月所得8万元 而李敏轩则是捐出3万元 直接到邮局透过卫福部 震灾专户捐赠这两笔善款 帮助土耳其灾民 那最早的时候 其实我们本来是想要提供 一些爱心的物资 然后来去帮助这些 因为地震受灾的土耳其们 那是因为现在的物资 已经停止在地区收放 所以炳钧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意 愿意捐赠我自己一个月的薪水 8万块钱 来提供给我们土耳其 因为地震受灾故的这些 需要帮忙的民众 那也用这样子来作为 抛砖努力的方式 来聊表自己的心意 更邀请各位更多的社会大众 一起来尽我们社会的责任 来去帮助到我们这些土耳其需要帮忙的人 土耳其地震发生至今 已造成超过2万人罹难 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 那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生命的无常 那不过我们 包含我们台湾国家在内呢 那也有很多国家进入进行救援 那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 一些人性的这个可贵 那敏讯这边呢也提供了3万块的这个 捐助的这个经费 那希望说可以加速这个 土耳其的灾后的一个修复 那再次也希望说可以借此 达到抛砖盈域的效果 希望更多的民众可以一起抗海健囊 那我们一起来为土耳其加油 张炳君和李敏讯都希望 将心比心尽自己一份心力 抛砖盈域 发挥自己的爱心 帮助土耳其灾民 早日站起来重建家园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散播假消息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 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加集团关心您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 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 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 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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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